那么今天我们要挑战什么呢 小推车战将王 卡槽居然有卧龙和凤厨 我以前就说过 卡槽别给我放什么寒冰箍和辣椒 放其中一个我就有八成的可能过关 而这一把卧龙凤厨 我两者接得 那么这一把我是避过的 咱们开局呢 小推车能不丢就尽量不丢吧 小推车是我们最后的屏障 但是注意啊 小推车也是会被将王博士的冰火球压扁的 所以有时候咱们就 该舍弃呢就要舍弃 这里面呢每一个僵尸会给我们掉落两张卡片 那这一关兄弟们有手就行啊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 僵尸也靠近了 加王博士也刚好下来 两个真哥和两个吸金箍 好东西啊 那这样的话咱们真哥放在 放在二路吧 这样可以保一下对不对 这样可以保一下咱们其他几路的小推车 两个冰瓜 吸金箍呢咱们前后各放置一个 两个吸金箍之间可以产生强大的电流 不管是横着还是竖着 但是斜着不可以啊 又来两个真哥 那这一把简单了兄弟们 看我一把就给他拿下 这两个地磁王来的可就太舒服了呀 看看吐什么球吧 哦是一个冰球 来咱们用辣椒 哎 球呢 我辣椒还没有使用呢 怎么回事啊 不是啊 江王博士的球还能压火不扯啊 莫名其妙了 兄弟们 他回去了 大概三轮之后啊 江王博士已经被我们打成残血了 看到没 那么这一把的话 我直接要了他的脑命 砸了一个车 这个车就砸了一个重要的植物 真哥和三线嘛 其他的植物都无所谓的 哦 小丑僵尸 问题也不大 炸了两个 不是 你怎么会来一个冰车呢 完了 这个冰车 这个冰车问题很大啊 兄弟们 他会全部把我们植物给冻结的 真哥没了一个 马上上 后面还跟着一个橄榄球 不过好在咱们三路 是保留小推车的 可惜了 咱们这么多植物啊 怎么办 哎 冰瓜不会变绿 对不对 你是冰 我也是冰 我凭什么会变绿呢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他就会在一二三路放僵尸 看得没 因为咱们四五路 有丢车保护机制嘛 但是四五路的车 我好像已经放了很久了吧 对啊 好像我四五路的车 我开局就丢了的啊 贪婪不成 这一直以来都没给四五路放僵尸吧 现在三路好像也没放了 不是啊 还能这样玩啊 兄弟们 你们去回顾一下好吧 就是咱们小毒车丢了之后 江王博士还有没有在这一路 放过僵尸呢 我怎么感觉 好像这个江王博士有点问题啊 来 我们看一下他的血量 还有一万两千多血 那这一把不就有了吗 还有一万 还有几千血了 还有八千多血 七千多血 行啊 江王博士回去了 那咱们就可以在下一轮 直接的终结掉他 不过这一轮呢 我们得扛住啊 砸了一个车 但是好像问题不大呀 好像四五路从来没有放过僵尸了 现在咱们还有一二路一小堆车 看看他是不是只放一二路 对不对 咱们一二路有小堆车 一二路 三四五路放一下呀 完了 这个江王博士今天真的有问题 兄弟们 这个江王博士是真的有问题啊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和我来一场真正的决斗啊 我估计这个江王博士是被小堆车吓破胆了 小堆车经过之处 寸草无声 所以小堆车对江王可能有 某种的血脉压制 是不是 我寻思这以后江王博士啊 就别叫江王博士了 把这个称号给让出来 让给我猪哥来当 我绝对比你当的好 他终于下来了 兄弟们 还有七千多血 那咋就不灌着你了 直接给炸了啊 有啥用啥 还有一千多滴血 十那九稳啊 所以无名版挑战江王博士最强的职务找到了 兄弟们 就是小堆车 这一关真正做到了 敌人区随便挑一个人来都能过 钱袋拿来吧你 好的 我是猪哥 也不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